現在的年輕人 我覺得你們是很幸福的一代 可是呢 在我來看其實有時候也是蠻辛苦的一代 為什麼這樣說 各位呢 你們現在很幸福是 大概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支手機 你可以拿他來查資料 你可以拿他來跟同學聯繫 也可以拿來跟世界聯繫 都可以 可是呢 很有可能另外一件事情會發生的是 各位那個手機就一直跟著你 你打開給他 那另外呢 各位你知道手機呢 會越來越貴 各位知道最近那個 iPhone X要出來對不對 iPhone X一直要多少錢 你知道多少錢 iPhone X一直要上那個版本 現在出來的褒獎是這樣 所以各位科技雖然很方便 可是科技也很昂貴 你未來你的人生 很有可能跟他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你怎麼樣去控制他 或者怎麼樣去善用他 這也是各位一定要學到的課題這樣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今天的課程好不好 好我先講一下喔 各位這本課叫有可能不可能 這一個詞裡面包含兩件事 一個叫可能 一個叫不可能 那這兩個名詞呢 其實在你的生活中 你應該也會常常看到 好你真的也會常常看到 然後你隨便動不動你脫口而出 你可不可以看到這幾個字 好這幾個字 那而且各位你知道你的生活中 其實有很多的東西 可能跟這個都有點關係 那我就容我從底下的一個偶像句開始講起 因為這個偶像句的句名 就跟這個有關係 好 各位有看過這部偶像句嗎 好有沒有看到那兩個字 那兩個字 我可能不會愛你對不對 好那各位這一部片 這一部偶像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有些覺得同學真的可以 如果沒看過 就不建議各位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然後我太敢對這部劇 他就很喜歡 他看了好幾次這樣 好那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這一個句的句名 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 各位我可能不會愛你 那請問各位他是比較傾向所謂的可能 還是比較傾向所謂的不可能 各位可不可以思考一下 不過他的部放在後面 他可能不會愛你 所以他寫可能應該到的可能性 就是屬於不會愛你 那個機會比較大 對不對 好可是各位請問你有看過這一個句的 應該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最後的結局 有沒有知道這一個偶像句最後的結局 男主角是陳柏林 他演的是大人哥 對不對 然後女主角是那個 林一誠 林一誠 林一誠他可以演的叫做陳宥謙 好叫陳宥謙 好但各位最後兩位呢 還是相愛 他們中間本來他們本來高中是同學 同學 一個當班長 一個當副班長 然後呢 會是一個非常非常要好的一寫朋友 可是到最後兩個人 最後還是經過很多波折以後 最後兩個人就在一起 所以各位這一個句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在於說 我可能不會愛你 所以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可是這個句最後的結果呢 其實是沒有發生的一個可能性 沒有發生的可能性 兩個人最後是在一起的 好最後是在一起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讓各位可以去思考 好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生活中講可能 有時候你這種講可能 搞不好 其實它並不一定會發生 好並不一定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各位思考 那另外有一個是電影 那各位電影電影呢 那個劇名 那個電影的名稱 就用到了 底下這三個字 叫做不可能的任務 好有看過不可能的任務吧 我想這個可能比剛剛那個 我可以看到 因為它已經播了 已經演了好幾集嘛 已經演了很多集 好那各位聰明 這個都是這一部電影叫 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各位一開始就告訴你 這是不可能的吧 對不對 可是各位聰明 那最後這一個 這一個電影 它所有的不可能任務 到底達成了沒有 到底達成了沒有 欸 都達成了 都達成了 所以各位這裡就是 對應到剛剛那個 我可能不會愛你 跟不可能任務這兩個的差異 各位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兩個的差異 有時候 變成就是說 我們在生活中 你講的可能 很有可能它不會發生 你講的不可能 可是各位它進來就發生 各位做這東西呢 雖然你可能認為 它是電影 或者模像劇 你可能認為是這個 可是各位 你的人生其實更多 有這樣的例子 後面我們會慢慢 跟各位分享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不可能的任務 其實到最後都發生了 到最後都發生了 好那 我覺得電影 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 各位知道電影有續集 那個 電影只要有產生續集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個不可能的那個機率 就會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可是呢 到最後的話都達成了 要不然的話 電影就沒人看了 就是一次要比一次更難達成 對不對 所以各位 你知道最後 有一部電影 就是一樣這個 所謂的 Mission and Puzzle 這個系列 它最後有一部電影 就叫做這個 竟然取了這個名字 叫更不可能的任務 好 各位 告訴我們 其實各位 它就是在做比較集 它在比較 所以我不會已經 比以前更難了 可是各位 它最後還是達成了 最後還是達成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 你可以從一些例子上 回去思考一下 我覺得這都其實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概念喔 那各位 這裡會有一個 一句話 讓各位思考一下 叫做幾乎 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搞不好 在你的生活中 常常會出現 你認為幾乎 都不可能發生 各位 它真的 在生活中 朋友可能常常會出現 所以各位 真的不要小看你自己 有時候 在座的同學 你搞不好 常常會講 啊 我不可能做無界事 啊 怕無可能跟誰在一起 那時候到最後 竟然都發生 所以各位 真的有時候人家講 不要太提提 比如說你自己在講 哎呀 好像講得很展丁借天 可是到最後進來 其實不一定會 阻力出院這樣 所以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覺得還是有意思 好 另外呢各位 所以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在我們生活中 有另外一個名詞 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們常常會有另外一個名詞 就是這兩個 叫做奇蹟 各位請問你 奇蹟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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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蹟已經發生了 你本來可能會說 我應該會怎麼樣 我最後應該會怎麼樣 結果盡量就是 奇蹟竟然冒出來了 然後呢 產生了一個不一樣的介護 跟你意料之外的介護 各位這東西可以對應到 剛剛講的不可能的任務 它竟然發生產生了 那很多的人 如果你沒有做錯的事情 你可能就會覺得 它是一個奇蹟 好那各位 有認識到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沒有人知道 因為這部電影 比你們年紀都還差 知道這部電影 比你們年紀都還差 各位這部電影 我以前很喜歡這部電影 雖然知道它是編出來的 可是我以前真的在 那一個年代的時候 我還蠻喜歡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是1989年初的 一部電影 陳隆指編指導致言的一部電影 那如果有機會 我建議各位也可以去找來看看 雖然它講的故事 是發生在以前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然後呢 各位看到了 香港技強獎的最佳動作設計獎 那各位這部電影 它就叫做奇蹟 那為什麼它叫奇蹟呢 當然就是它本來認為 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到最後它真的把它做成功了 好真的把它做成功 那應該有意思的是 這部電影其實它前面的橋段 有點像是現在 有點像現在你們可能 比較熟悉的電影 好比較熟悉的電影 各位你們現在比較熟悉的電影 會是哪一部 就是這一部 那我等一下秀出來那部電影 其實就跟這部電影前面的橋段 很像很像 好 各位就是這一部 好 有看到這一部的追求 有看到這部電影的 有看到這部電影的 還好 還有一些 還 大部分都沒看過 我覺得這部電影感 還蠻多蠻看才對啊 好各位 那我怎麼看呢 其實各位他裡面 也是講到一個 本來應該是一個流氓的樣子 然後後來他為了妥避 人家跟他講的一些事情 發出各位 就是跟另外一部換成交換身份 然後交換身份以後呢 竟然那個人被拿死 被他 被殺死 各位有看過那部電影嗎 然後呢 各位後來就做了 發生了一連串的一些故事 那這個故事跟我剛剛講的 一個奇蹟的故事是很像 好事很講 或是借用這部電影 各位講他的故事內容有點像 好有點像 所以到底是 因為現代的一個叫做現代的原因 所以他也會參考那部電影 我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還蠻有意思 那他為了不然呢 現在已經演到第二集了 演到第二集了 那當然各位可能令人比較傷感的是 各位那個主角 那個主角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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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嗎 主歌亮 那各位主歌亮接近怎麼樣 過世了 已經過世了對不對 好所以各位 大家應該如果要他在演的這個故事 大尾如馬要演第三集過 還是他演的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這應該是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各位這東西就是真正的不可能 除非你現在用什麼電腦位置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你絕對不是他真的 所以這東西叫做不可能的事情 好那我只是利用這個例子 讓各位可以比較出 什麼叫做真正的不可能 有時候你人生中講不可能 跟你真正的不可能 這兩件事情靠近一點 各位真的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嘴巴講不可能 跟真正的不可能 這兩件事靠近有多大的差別 好我舉一個例子 各位請問你去買樂透 買樂透 中投產機率高不高 很低很低對不對 那各位 那這個東西呢 很多人可能就會講說 啊中投產不可能啊 可是各位這個不可能是 會發生還是不會發生 這種的不可能是會發生還是不會發生 蛤 來樂透透透彩 這是有可能發生了 這是有可能發生了 所以對不可能也有不同的程度 然後呢 我們真正講說 所謂的不可能應該是指什麼呢 應該指機率是零的 機率是零的 那才用真正的叫做真的不可能 它不可能再會發生 這是機率為零的情況 好機率為零的情況 那可是各位有很多機率很低很低 我們可能都認為它非常低 所以它依照很接近零 可是這種事情還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你不要以為那種 除非機率是零 你才會真正不可能發生 要不然的話 各位都會不可能發生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各位看這個 這個可能是比較新的電影 叫做浩街襲擊 那各位這部電影呢 在講什麼事情 有沒有人知道 這部電影在講什麼事情 在講南洋大理校 好 南洋大理校 然後南洋大理校 就是當時發生的南洋地震 有九點幾級的地震 結果引起了滔天巨浪 然後呢 就把一堆人給怎麼樣 淹死了 好 那各位這部電影 是真正正式改編的 真正正式改編的 部電影 然後這部電影裡面呢 就講到了 這一個女主角 這個女主角人生 她是西班牙人 然後呢 她是一個醫生 她跟她全家人 一起到了太谷去運遊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 這是電影裡面的劇照 然後各位 這是這位醫生 女生 然後這是她先生 然後這兩位 一個叫Marie 一個叫Marie 然後這兩位呢 是電影的主角 然後他們帶了她的三個小孩 這三個小孩呢 分別是Lukas 還有Khanos 跟Simon 這三個呢 那這三個呢 她的年齡 一個是13歲 一個是7.5歲 一個是5歲 然後呢 然後讓全家人到太谷去運遊 結果很不屑地 就剛好碰到了那個 奈牙拉 各位 這是真實故事改變 那我主要去運這個例子 讓各位可以去知道 你生活中其實 有很多不可能事件 真的太多太多了 那這個雖然是電影 可是各位 她是真實改變的 然後呢 各位 發生了什麼事呢 各位這個女主角呢 因為害小孩把他們衝散了 這個女主角呢 就帶著她的大兒子 各位 這是她的大兒子 好 然後各位 這個小孩不是她的兒子喔 這個小孩不是喔 這個女主角呢 當時 害小孩呢 把他們全家衝散了 然後她帶著她的大兒子 結果在路中間呢 撿到了這個小朋友 救了這個小朋友 然後呢 她當時都認為說 她先生跟她另外一個小孩 然後畫都已經遇難 都已經遇難 欸各位這個真的是很恐怖啊 你不要害小孩 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些事 而且 各位害小孩地震不一樣齁 還是很會淹過來 你真的人 沒有像那個地震 有可能陣一陣 你可能被卡在某個空間 你還可以存活 可是害小孩 如果你整個水 被把你淹過去了 你大概 不可能會活了 不可能會活 那各位當時 她跟她的大兒子 都認為她先生 跟她小孩都遇難 然後可是各位電影 到最後呢 其實她是重逢 她是重逢 而且全家人都活著 都還活著 我覺得這東西 真的是很特別的一個故事 那各位再去想一想 可能會認為說 你沒有經歷過那個事情 可能不知道那個的嚴重性 可是各位 這一個事件 對於我們來看 幾乎真的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各位遇到一個這麼大的災難 而且她們全家人都還存活著 我覺得這東西真的是 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 那各位 困難在哪裡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 資料 你會更清楚明白 為什麼那個機會 是那麼的瞄狂 是竟然發生的 各位你看那個當時 是斯里亞西省 鎮壓是九年三日地震 然後呢 各位引起了海峽 海峽就事數的擴散 各位光印尼就死了十六萬人 泰國死了五千四百人 然後印度死了一萬六千 然後斯里蘭馬斯的三萬一千人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個多恐怖的一件事 這是幾乎同一個瞬間 然後那時候就很多人就這樣子 死掉了 然後流離世出 那各位你去看看他全家屋的人 而且最後五個人都存在 有很多人可能他全家屋死了 也有可能中間可能有一些新人故事 那各位這種新人 今天甚至高度 你看這個機率是非常沒有效的 可是各位進來不發 所以讓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因為你們現在都不在 比較幸福的時代 可能有時候呢 看一看這些故事 或是看一看這個 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是 是比較幸福的 好 那另外一個電影 跟各位分享的是這部 叫《飛妖奇蹟》 好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有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看過 好不錯喔 看過這部電影應該會比剛剛那個少一些 因為這部電影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的熱忍 好 那不過不要緊急我覺得蠻不錯的一個電影 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的主角是誰呢 這個故事主角是這一位 叫《艾迪》 好叫艾迪 那艾迪呢 他是真式的人物 因為剛剛那個電影也是真式的人物改變 艾迪呢 是1963年出生 他比我年紀還大一點 他年紀真的比我還大 然後呢 他是英國的高台滑雪的運動員 英國高台滑雪的運動員 那各位 被號稱叫國家的運動員 其實你可能會認為說 這個人應該運動很輕喔 應該很厲害喔 好 我講一講他的故事 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並不是你所想的這樣喔 好 各位這個艾迪先生呢 很特別 他小時候 十歲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夢想 他的夢想是什麼呢 他的夢想是想要成為奧運選手 他沒有想過說一定要拿獎牌 可是他很希望成為國家奧運的選手 所以各位你知道嗎 他有了這個目標的時候 他就一直想要去嘗試的 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可是很不信的喔 他不管做什麼運動 到最後都被打槍了 所有運動到最後都不行 連拿到任何的獎牌都拿不到 那各位經文那怎麼辦 一般人就會學著說 但是我就放棄算了 我就不要走這一圖 我就走別的啦 好 可是各位 這位先生的意思是 各位他選擇了一個什麼東西 因為他選擇了最後跳舞台滑雪 這個運動 那各位為什麼當時會選這個運動 有沒有人知道 你有看過對不對 為什麼 忘記了 好 他有沒有人知道 他為什麼選了這樣一個運動 因為很少啊 欸 對 因為這一個運動是比較冷的運動 他表示什麼啊 參加人比較少 所以各位參加人比較少 他比較容易出頭 好 那他運氣也很好 他運氣真的也很好 他去那個高台滑雪高台的時候 他第一次試跳的時候 因為竟然成功欸 雖然他不是飛得很遠 但他竟然成功了 所以他就蠻高興啊 覺得 搞不好他是有這個天分喔 不過後來他有死者 另外跳第二次第三次很不幸的喔 他就摔傷了 他就摔傷了 所以各位中間過程沒有你想的 畢竟都很順利 有時候你看人家成功 你很會覺得他就是 可能運氣很好 或者他可能很順水 可是不一定 他中間搞不好有很多的作者 很多的失敗 他只是運氣比較好 不是他後來碰到一個美國的 因為他是英國人 他碰到一個美國的高台滑雪的一個 曾經德國冠軍的人 後來指導他 他的教練 然後當他的教練 所以各位他就可以很順利陪著他 一直來做 可是各位他中間的過程 即使有了那個教練來教他 可是他中間還是有很多的故事 甚至連他本來英國的國家 都不承認他是一個很合格的運動員 所以各位這中間真的是很多 很虛擇的一些故事 好 然後各位 所以他這一部電影 最後再告訴我們 實現夢想的路上 其實有時候都會充滿很多挫折 然後呢 你面對高山又要卑微 就是說你自己要看路上面 你可能不要那麼多 我一定可以完成 可是各位 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直接去做 好 那各位 你知道最後的結果 他當然很順利成了奧運的選手 好 奧運選手 因為這個真的是比較冷靜的運動項目 好 那你只把最後的結果看 結局 你往前來 他沒有拿冠軍 他沒有拿冠軍 各位你知道嗎 他去參加奧運的時候 他不只沒有拿冠軍 他還是拿第一名沒有錯 可是他拿倒數第一名 他拿倒數第一名 真的喔 他是真的拿到倒數第一名 可是各位 你知道他拿到倒數第一名 還是破了他個人的結合 還是破了他個人的結合 所以各位 有時候成就 不一定是看說 你一定要拿到那個獎牌 你有沒有突破了自己 這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思考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很有意思齁 各位你知道他參加的是哪一年的 冬季奧運 本來是這一個齁 各位 再來是1988年的冬季奧運 1988年的冬季奧運 1988年的冬季奧運 是在加拿大舉行的齁 所以他到了加拿大去參加他的比賽 所以他拿到最後一名 好 所以他拿到最後一名 不過各位 他完成了他的夢想 因為他說他的夢想 就是想要成為一個奧運的選手 好 他沒有說他一定要拿獎牌 就是他希望能夠變成是這樣的一個人 好 那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所有的運動 都沒辦法 所以他挑了一個 他認為可以拿得到 真的就沒去做的事 我覺得這是很不簡單的一個人齁 我覺得他的想法上面很積極很正面 好 那我現在反過來問各位一個問題 有沒有知道奧運的選手 奧運的運動項目裡面齁 哪一個是最困難的 有沒有人知道 你要成為那個選手 你可能是最困難的 再做同學 有沒有人隨便猜 跑不動嗎 跑不動嗎 好 跑什麼 田劍 田劍 五十米 好像你有五十米的保護 一百 對 答案真的是一百 一百公尺齁 你要成為一百公尺的奧運選手 那個機率真的很難齁 因為啊 跑很多人都會跑 然後很多人跑 跟跑得很快 而且你要擊敗一堆對手 才會最後能夠擠到奧運的那個殿堂 那不容易的一件事齁 對 要跑法力 沒錯 好 那所以各位你知道奧運最難的齁 真的能夠拿到奧運的金牌 最難的真的是一百公尺 好 那可是有幸的是 雖然我們國家越勝辦公的奧運 不過最近我們台灣呢 在八月份 好 在八月份 八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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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五十米 八月二十四號 八月二十四號 發生了一件事有沒有知道 八月二十四號你現在一位嗎 我剛剛講的一百公尺有關係 我剛剛講的一百公尺有關係 對 各位 來是這一位齁 各位叫做楊俊翰 楊俊翰有一個外號叫臺灣最速男 他就是跑最快的人 然後他一百公尺在十大月拿到金牌 就在8月20號那天 那所以各位十大月雖然沒有像奧運的等級那麼高 可是各位能夠拿到金牌其實也是不簡單 而且又在自己的土地上 我覺得這很難得的一件事 然後各位楊俊翰他本身現在幾歲 各位楊俊翰他本身是1997年出生的 而且他生日很特別的1月1號 他生日是1月1號 然後他是花油縣玉琳鎮的阿美族人 是原住民有原住民的血統 原住民他們運動都蠻厲害的 不過各位要生日後進也不簡單 也是不簡單 然後目前就讀臺灣的育育農大學 然後各位他能夠拿到這一個金牌 其實是很不簡單的一件事 然後我覺得真的是值得榮耀 可是各位 反過來要回來講最難的一件事 好各位21月28月 在我這本課 我會常常帶各位去看某一個事件點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請各位呢 跟著老師來分享一下 哪些事件在你的生活中曾經出現過 雖然不一定發生在高堂的身邊 可是新聞都難好 那各位2016年8月發生了什麼事 去年的8月 去年的8月 我會派各位去想一想 各位去年的8月 其實就是發生了這件事 就是真的是奧運 李月奧運 那李月奧運呢 各位去年的李月奧運 創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紀錄 而且那個紀錄呢 到現在 基本上都是很難達成的 那其中有兩位 就是創紀錄很特別的兩位 在這裡介紹一下 各位觀眾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當今事實上找最快的人 叫波特 波特 那各位波特的成就 真的很可怕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們剛剛講 奧運的一百公尺 其實是最難的 真的是最難 你要擊敗所有的選手 然後又能夠拿到獎牌 你能夠當選手就不容易了 又能夠成為頂尖的 那更不容易 那各位他難在難在哪裡 他的紀錄真的很可怕 各位他是一百公尺 兩百公尺 還有四百接力的世界紀錄 各位他這三項都是喔 而且更神奇的是各位 這位波特先生呢 他是這三項三屆的奧運 金牌的查 所以包括禮越奧運一次 好 包括禮越奧運一次 對真的很可怕喔 然後呢 各位你知道他這一個 這一個他總共跑多快 剛剛那個楊俊翰跑多快 10秒22對不對 10秒22 好 那各位知道波特 欸 我沒有地方 應該有 波特是9秒 好像9秒7 那樣子 好像9秒7 他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 欸各位你知道 在一百公尺 差一點點 你的時間差一點點 這個東西就是很大的平坡 我後面有一個單元 會跟各位分享這個歷史 這個歷史其實也沒意思 包括這個 你要來教你波特選手 怎麼樣變成他世界的冠軍 這件事情也有意思 然後呢 各位他是這個紀錄保持人 一直到現在 好 那另外 各位 為什麼會出現這張組呢 因為呢 不會有人去統計嗎 像波特這個成就 比什麼機率還要低 比你走在路上被流星擋到的機率還要低 好 欸各位你走在路上 不小心被流星推倒 你想看那個機率多低 很低吧 可是各位有人去統計喔 或者是去計算 認為你這個機率其實比這個還要低 波特的成就 好所以各位真的很不容易 好那另外各位 奧運還發生的另外一個人 很有名的是這一位 各位知道這一位是誰嗎 菲爾武士 菲爾武士對不對 那各位菲爾武士呢 他也是一個奧運事實上 前五古人後宅的一個人 那各位他是美國的一個運動選手 然後他是目前事實上最多奧運獎牌的 他總奧運獎牌的 他總奧運獎牌有28面 各位這28面不是所有都是金牌 所以金牌有金牌 有總牌而已 可是各位他的奧運的個人項 個人項有16面獎牌 然後金牌的話呢 最多奧運金牌有23面 這上面有包括團體有個人 那個人有13面的金牌 那這43面就是去年達成的 而這個去年達成的成就 多多的下榮 在這裡 各位他去年拿到了 第13面的金牌 然後呢 打破了幾年的紀錄 你知道嗎 打破了2000多年前的紀錄 打破了2000多年前的紀錄 所以各位 這一個人呢 其實我覺得 比波特還要偉大 2000多年前 那是奧運剛開始的時候 奧運真的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參加了演唱 現在真的參加人太多了 這個國家都有 然後你能夠達到這個成就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確實 他還會不會繼續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很有意思的這個 好 那 欸現在幾年 我算蠻超過時間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待會兒我們再分享另外一件事